通常樂團三位都平常有下廚的習慣嗎? 有啊 我們平常因為我們就是 小孩很多啦 我們算是台灣樂團 這個生最多小孩的樂團 所以尤其是當有了小孩之後 我們才開始注意食安的問題 以前的話 直接一個人保 就全家保 現在是吃什麼東西之前都要三思而後行 因為你是為了下一代而選擇 所以我們也開始就是以前都是外食主 現在開始都會在家裡 那在家裡主的話就要慎選食材 尤其台灣人吃很多的食物都跟醬料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剛剛這樣子做過 試吃了幾道菜 那個醬料真的是很合我們台灣人的胃口 那你們有比說誰的廚藝比較新 我覺得廚藝這種事情真的很難說 但是以董事長樂團來講 當然是我們的白董 因為他是這個型男大主廚跟這個很多美食節目的這個導播 所以他的這個美食的這個這個觀念一定是在我們之上 應該是還是小白是最好的 好 其實平常因為太忙其實比較沒有時間下廚 但是如果特殊的節日比如說 我自己的生日是母難日嘛 所以我會煮一些菜給我媽媽吃 然後像這個母親節我自己也會下廚 那我覺得現在有這個醬料出來之後方便很多 那我們平常不只是特殊的節日其實有時候 因為大家都外食煮比較多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料理 讓自己可以很快速的得到一個非常好吃的美食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利益 平常偶爾也會在家下說 對我如果很簡單的話很好看 比如說我們剛才炒飯啊 拌麵啊 或者是這個豆腐啊 其實弄一些比較簡單的料理 讓自己可以馬上獲得這個 讓自己趕快可以出去工作啊 我覺得非常的便利啦 嗯 市長 剛才就是跟軟議員 七天的關係 哈哈哈哈 我想今天非常感謝啊 因為難得府會這麼和樂 平常跟軟議員在一起兩年多 那很多都是針對議題嘛 那今天是針對興趣 但是我們也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看到這個好食365上限 那麼未來大家可以看得到 除了醬料之外 是天然食材 那麼剛才董事長也特別介紹 它有這些酒啦 這些部分都可以來 佐以我們所自己烹調的這些做料 那最好的就是說 它健康 那麼它有這些履歷 食材的履歷 那最重要就是將來 你在這個好食365上限以後 下單它是真正能夠做到物美價廉 市長約了三位 你說有拿手菜嗎 喔 我們的拿手菜還蠻多的 像我的話 我從我媽媽身上學到這個 家傳的滷肉法 其實滷肉這個東西在台灣很常見 滷一鍋子起來 大大小小隨時都可以吃 一樣 要滷肉醬汁也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選擇 安全又好吃的醬料來滷肉 好 那我個人的 我開始學料理是 因為小朋友想要吃 我後來就是小朋友想要吃什麼 我就變得出來 因為就會上網去找 Google Google 其實小朋友到最後 他最喜歡我的蛋包飯 又簡單又快又好吃 你就是為了小朋友 對 那其實做音樂跟做菜的意思是差不多 我們音樂也是融合很多的樂器 然後到後來remiss成為一首歌 那其實做菜也是很多的食材 然後把它混合炒在一起 加上最後的sauce 我想這個sauce 就是我們歌曲裡面的主唱的主旋律 他是最主要的靈魂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好的東西推薦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台灣好的音樂 那你們之前也有寫過很多跟食物有關的歌 對 有沒有很喜歡吃一些 有類似這樣的一個作品 要示範一下 可能回去再品嘗那些sauce吃看看 看有什麼新的感覺 創意料理啦 只要有好的食材 創意料理應該都很好產生